跟記者陳兩軍談談 港鐵說會有優惠給乘客 是否真的那麼划算 其中一個優惠就叫都會優惠票 明年才有 400元買一張票 30日內在指定範圍 就可以任踏40乘港鐵 計算條數 一程大約是10元 不過現在很多時候都是過海 才收多過10元 所以大家買之前要想清楚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傳閱通 接下來會有加強版 就算將來用加強版的傳閱通來過海 分分鐘比一張普通的八達通 港鐵再加價 市民怎麼看 4元再加5號的計算是多的 加得太多 因為我們這些退休人士 或者我還是那個低收入人士 會影響很大 希望他們加少一些 或者甚至沒有自己先加 加價事在必行 港鐵說會提供優惠 除了即日第二程優惠 港鐵現在有傳閱通 未來會有加強版 在傳閱通指定範圍外 繼續搭港鐵 會有75折優惠 但買傳閱通之前要計清楚 以馬鞍山去中環為例 上水至尖東的傳閱通 要430元 計算一個月搭40乘 平均一乘10.75 米九龍塘到中環要另外計算 75折後要8.1 總共要18.85 但若果直接 以八達通 由馬鞍山去中環 即需要17.1 比使用優惠 還比少了1.75 另外 明年第二季前推出的 都會優惠票 400元一張票 30天內 可以在指定範圍入 搭40乘港鐵 平均一乘10元 全灣西去到柴灣的新價是15.3 用都會票 就會節省到5.3 但大部分不過海的車程 車費都不超過10元 所以經常過海的市民 買都會票才值得 港鐵說 由於都會優惠是新票種 有機會和八達通分開 想用盡優惠 市民每次入閘前 都要停一停 想一想 有時候忙中有亂 刺錯了 其實那程不用10元 扣了都會票 又一程 我又是被港鐵騙了錢 這個 很明顯 如果都會票 這樣做 又煩到市民 又是玩死市民 他認為 不分區域提供優惠 是最方便乘客的做法 港鐵就舉例 最高單程票價加得的 就是中華去灣仔 由4元加到4.5元 但其實很多搭一兩個站 好像在寶林這裏搭去坑口 又或者尖沙咀搭去左噸 都是4元加到4.5元 加幅同樣高達12.5% 所以那麼多位乘客 搭車之前要留清楚 現場報導是這麼多 先將時間交換給劉俊 好的 好啊 在今天